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年龄部分早上有提过的 等于什么呢?等于DATF DATF加DIF 那我用DATF来算会比较精确 DATF 然后呢 他的生日,所以总共会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前面的日期,通常指的他生日 跟哪一天比呢? 跟今天比 今天我怎么抓到日期 用TODAY,所以打个TODAY 记得喔,TODAY后面要自己加小瓜糊喔 DATF比什么呢? 比他的年 所以加个Y就可以了 加个Y 好,打勾 年龄算出来了 第一个 OK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后面想要加个税的话 35税 那特别注意有几个方法 一 在后面串一个什么AND AND税 同学说 像AND税 这样就可以把什么 这个 我们几税加在后面 但是会有个问题啊,几税有没有 如果你把这个AND税加进来之后 请记得 他这个AND税加上去之后 他就会从数字 变成一个文字 那文字有个缺点,以后你要做计算 就会是个问题 所以请记得 这个方法 不是很好 那你想说 可是老师我还是希望上面有什么呢 显示出来是35岁 39岁 这样的讯息 怎么办 很简单 记得 如果像这种 不要改变内容 而要改变格式 那你又要记得 用格式来完成 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请你切到 数值里面的制定 请你在制定里面 先输入一个0 这个0表示什么 指的是里面的资料 这个地方0 后面请你再补一个税就可以了 不用串接 格式里面 不需要AND的符号 如果你打一个0 表示他现在里面的数字 后面的税呢 表示说你要串接什么 按确定 向下填满 那这个跟刚刚的差别 最大的是 刚刚那个 M的税 他会把税放在储存格 资料里面储存起来 但是呢你刚刚这个方法 他不会储存 他只会怎么样 还是帮你存35 不会存税 这个税只是 表面上看到的格式而已 OK所以两者之间的差别在这里 那将来如果你要做计算的话 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一点顺便讲一下 那第二个是 如果我要做一个血型分析 什么分析呢 就是做出来 B型 请你帮我 做出来的结果类似 我们讲义上面看到的 一个星号开头 充满感情的行动家 一个星号 个性爽朗开门见山 眉心眼 心肠软 这个是B型吗 有点像 OK 如果好像 在可能年纪轻的时候 是这样 年纪大 好像刚好 就不 不太一样 好 那 如果说呢 我希望把资料给带回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1 先等于 星号 不过星号 特别重要这个星号 前面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这个是一个图还是一个文字 其实这是一个文字 那怎么产生的 我建议 因为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像2007好像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插入图 图案可以直接加 但是2010又没有了 所以我的版本2010 我是这样 在 插入里面有个符号 那我在里面找到 一般文字里面 有其他符号吧 其他符号里面有个星号 我先把它插入到旁边 再利用复制的方式 因为我在加 输入法没办法打 没办法说打一个星号 他自己就出来一个黑星 不可能 所以怎么办 先插入 用复制贴上的 OK所以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复制之后的话呢 那我等于什么 等于 那个星号 所以把那个星号贴上 这个比较麻烦 星号然后 双引号 因为它是个文字 and什么呢 帮我查一下 b形 他的那个什么 b形 所以用插入 再来后面加 v乳函数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在 前面已经加了一个字串 所以如果要加 v乳函数 请你在这边 找到v乳函数 它会and之后 帮你加一个v乳函数 查什么 查b形 去哪边查呢 去下面这边查 不包含栏位名称里面的资料 这个范围 OK 查什么呢 查哪一栏 查第1 2 我把第2栏查出来 所以输入2 比对方式呢 因为这边只有4个 不会有第5个 所以输入0就好 我要完全一模一样哦 那你请你帮我把 如果查到 那个 b栏 这个血型b自动帮我把第2栏的资料 这边2 就是这个 充满感情的行动家 帮我带回去 OK 那这样按确定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把资料 没错 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呢 一样的方法 其实就是 你会发现后面 我要查的是什么 查的是第3栏 刚刚第2栏 查第3栏 那第3栏跟第2栏有什么差别 好像都公式只差别在 这个地方 把2 改成3 所以其实比较聪明的做的吧 直接 选起来 Ctrl C 不怕等号哦 后面呢 先加一个m的符号 因为我要串接嘛 再贴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后面的V栏栏数的 2 V栏栏数里面的2 改成3 因为我要抓 第3栏 评价 后面一个分析 把分析呢 给带回来 按打勾 全部带回来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他没有折行 他没有换行 预设是不换行的 应该知道在哪里改吧 按右键 又是储存格格式 所以你会发现右键储存格式 对齐方式 自动换列 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 这个对齐方式 自动换列 改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自动换列了 字太大了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10号字就好了 好 这样的话 好像已经有一个大概的雏形了 不过呢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这个充满感情的行动家 后面这 你要换行 对不对 那换行 以前直接用 Alt加Inter 可是这里不一样 他是一个公式啊 那你要怎么办 就有同学说 那我可不可以 复制 选择性贴上 只有值 按右键复制 选择性贴上 只有值 对那只有值之后的话 在这边 按Auto键加Enter 然后Auto键加Enter 可以 有没有 做出来 可以 可是问题 下面还有很多啊 那你总不可能 一个一个慢慢做吧 所以 这个方法 可以 但是不是最好的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把它Ctrl-Z一下 复原一下 恢复到原来 不能贴上只有值 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去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 输出一个什么 输出一个 Enter的符号 那输出Enter的 Enter的动作 我Enter的话 内码里面 会有一个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内码的对照表 那个内码的对照表 其实各位可以查什么 ASCIi的内码表 叫ASCII ASCI 这个实际上就是最早 在那个 我们 美国在设计电脑 设计那个电脑的时候 你可以查询 这个图片 他会定义出什么 电脑里面的那个 相关的 内码表 那就是键盘上面这些动作 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像英文的大写、英文小写、数字 当然一定不会有中文 因为早期设计的时候不会讲到中文 那另外还有什么 其中有一个是 控制 比如说像什么 空白键在哪里 Space Space的话呢 我记得是在这个 Space Space在这 这边Space 这边有个 Space的键 其中的话 你可以找控制键在这里 Space在这里 有没有 在32 前面数字是 10进位的 那其中呢 有一个 叫换行 换行在哪里 在第10 有没有发现 那也就是说 我今天要能够换行的话 那我就呼叫什么 内码表 不过这个可能用 你也许现在觉得 不常用到 但是未来其实很多 进阶的用途 都会用到内码表 主要用途是什么呢 我们来试一下 有个个看 就像说我今天要输出A 你可以输入65 那你可以 假设你要取用内码表的话 请你在旁边练习 插入一个文字的函数 其中呢 有一个叫什么呢 CHAR CHAR这个函数 这个CHAR的函数呢 就是可以让你取用内码表里面的相关的动作 也就比如说我今天要输出什么呢 输出内码表里面的A好了 它的对应的号码是65 你可以用什么 CHAR里面输出65 按确定 答案是什么 A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可以做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动态产生栏位名称 那你就可以用CHAR 输入65 66 67 栏位名称自动显示出来了 当然这个可能还是比较进阶用度 那其中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什么 输出换行 那就是10了 所以 就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如果你要让他换行 就在中间串一个什么 CHAR 刮虎 10 在哪里呢 在那个星号的前面 有没有我需要在哪里呢 我需要在 这个的前面 帮我加一个换行 那我试一下我就看 那这个当然我之前是 有想到 同学突然问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方式 对 可以用CHAR 所以 直接游标放在 M的符号这个地方 就是第2个星号前面这边 加一个什么 CHAR 有没有 然后钱瓜符 输入多少 他会问你说Lumber 10 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 你如果公式里面 要强制换行的话 就可以用CHAR 10 就可以了 CHAR 那 原因很简 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内码表 OK 然后END 好 有没有 这个地方 所以加个CHAR 10 至于未来 如果用到这个啦 请你 比对一下这个内码表 不过也不用太 把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紧张 你看到这个 全部看过 其实关键就是前面的号码 输出后面的那个 那个 我们要的 就是 键盘上的 这个对应的 符号 OK 然后呢 做完之后呢 请你按打勾看一下 有没有换行 有没有发现 换行 那也 请你把它 干脆 靠左对齐好了 因为如果没有靠左对齐 看起来怪怪的 好 那其他的话呢 请你快点两下 不过 这个地方的话呢 会出现错误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好像没有锁 应该锁的 A 就是 28到 I 31这个方 请你记得 把它按F4两下 因为我向下填满 然后 A28 到 31 按F4 两下 打勾一下 再向下填满 因为填满过了 如果你没有 把它 这个 锁起来这个范围 的话 那答案会是错误的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利用那个 就是 V2函数 去抓到我们要的范围 然后再利用那个 Charm 去得到 换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等于是说 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的话 变成你要手动的话 那不得了 每个都要 自己手动换行 那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 各位试一下